香港周一上午11点多传出公车对撞意外 一辆公车疑似因为司机昏迷 超越中线撞到对象另一辆公车及继承车 目前已知三人死亡52人受伤 据官方资料大陆流浪儿童大约是100万到150万人左右 流浪儿童意外死亡的案件每年都会传出 但向贵州避捷5名流浪儿集体死于垃圾箱的事件并不多见 尤其是他们死亡地点离政府街道办事处不到100公尺 图显大陆官方对流浪儿照顾及社会保障的不足与缺乏 广东汕头连堂村早前怀疑村官司卖村民土地 当局要求村民提名代表协助调查 起料近日公布的名单上大部分都不是村民的提名人选 数百名村民16号包围村委会抗议当局黑箱作业 上万名村民联署要求撤销名单 并以民主方式重新选举 大陆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10月份 中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化 有35个城市房价较9月份上涨 市场人士分析 大陆房市在经历回暖转粮等一系列变化后 目前仍处于僵持状态 新行云台电视正在报道 น者 个 whirlwind的